大家好,我叫吴玉慧,在成东小学上学,今年十三岁,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和我爸爸每天能不疼的生活,然后能快快快好起来。 我叫水德芝,我有一个女儿,今年有十三岁了,和孩子很不幸,都得了一个世界罕症病,然后现在孩子吃的药就是流着飘零,然后再一个是秋水先减,然后这是我吃的药也好多好多,很多进口的饮料水,这一瓶饮料水都要好几百块。 本来家庭条件不好,一直我是把质量的机会留给孩子,本来家里面也不富裕,所以这个高昂的费用呢,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承受不起。 希望好心人能伸出鱼的手,求救我的女儿。 希望好心人能帮帮我,让我和妈妈跟上治疗,承受病痛的折磨,我也想和其他正常小朋友一样好好读书,将来考上我理想的大学,来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